调整尺寸就是Ctrl T,调整尺寸 然后图层名称要改成吉祥物 所以这个吉祥物部分的话就是记得 这边抠过来,这边叫图层1 Ctrl V它就多一个图层 只要你Ctrl V一个动作 它就先会帮你产生一个图层 然后把那个物件放上去 所以我们把这个名称改成叫吉祥物 吉祥物 这样的话就完 你会发现,如果你把吉祥物眼睛闭上会怎么样 就不见了,然后背景不见了 这个背景本来就摆的不影响 所以基本上它会有3个图层 背景,然后吉祥物 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假如说把吉祥物 拉到下面来放开会怎么样 它就不见了,为什么? 因为它被背景遮住了 ok,懂那意思吧 那你想说为什么吉祥物放上面 不会遮住那个 因为已经去背了 ok,所以如果你没有去背 放过来也会遮住后面的背景 大概是这样而已 那上来刚刚就是比较会有另外变化 就是我刚刚讲说这个地方 贴过来之后移动位置 就是用移动工具 然后如果要把它缩放大小 记得Ctrl T Ctrl T Ctrl T 这个可以放大 可以放到这么大 也可以缩小 缩到这么小 如果说你假设你希望多几支吉祥物 可以怎么做 Ctrl C 在Ctrl V 在Ctrl V 就是会有很多支 记得 如果Ctrl C 你要选 要不就从这边 要不按右键 这边有个复制图层 你可以再复制图层 然后他会有个拷贝 或者是吉祥物2 第二支吉祥物就出来 很想到老师妹 为什么没有增加一个原因核债 对 因为他重叠了 吉祥物出来了 OK 那如果还要再一个吉祥物 再按右键 再把它复制 再一个吉祥物好不好 如果希望这个在上面的话 就把它往下移动 OK 那这个再把它移动 因为主要 我是 另外还有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这个大 这个小 这个再更小 不要再玩 不是 因为我是希望 因为我可以往下讲 我是怕如果我往下讲 你跟不上 所以我就先 把那个功能 先跟你们讲一下 因为这些功能是最基本的 这个可以 把这个像会缩小 比如这个 可以把它调整百分之多少 Ctrl T 针对这个 把它改成百分之 这个百分之80好了 这个把它锁起来80 小一点 然后呢 打个勾 这个60 这个60在这里 这个比较后面 Ctrl T 记得哦 如果你要变形 第一个一定要选图层 第二个才能按Ctrl T 因为太多个他不知道你选哪一个 第三个锁定这个长宽比 然后呢 把它怎么样 把它改成60 有没有 123 这样感觉就有层次感了 打个勾好了 好了 反正这个变化题 因为我怕我后面再讲下去 很多同学就跟不上 常常 自己的同学说 看不到我的车尾灯 所以我 就只好又是哦 另外的话还有其他功能 什么功能 你们可以稍微熟悉一下 所以这个是变化题 所以你也许可以把这个 102 另外再做一个变化题 然后其他还有什么 填满 还有不透明 这个不透明也蛮长 比如说你希望这个是百分之一百完全 就是没有这个稍微透明 这个非常透明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怎么做 其实蛮常用的 这个就是它不透明 有没有 这边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百分之一百是完全看得到 百分之六十 有没有看到 有点像那个 宋七里的味道 OK Enter一下 这个的话 百分之三十 OK 主要顺带讲一下图层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对图层完全没概念 常常就是说不知道 这个每个图层都有互相不一样 所以请各位 稍微做个 这个是变化题 也许就是你们刚刚的那一题做完之后 先把它存档 存成102A 那这个的话就另存新档 把它改成什么呢 102A后面加一个底线 或者直接102变化题 就是说 把它稍微变化一下 稍微改一下 没关系 就是把这个名称 稍微改一下 变化题 OK 试一下好了 也许 大概主要就是变几个地方 第一个 就是把这个吉祥物 做好的 复制两个 第一个 我刚刚用什么 右键 复制图层 第二个的话 最后就是 再把这两个 移到它的 等于右上角 然后分别把它变成 大小80% 60% 透明度 60% 30% 试试看 不透明度 画面先往给各位试一下 主要要知道 记得这个地方会有 图层 而且Ctrl T的时候 你一定要选对图层 你才有办法Ctrl T 因为这个概念 完全没有的同学 以后要处理Photoshop 就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没有这个概念 因为以前没用过这些 什么所谓的图层 那不管是Photoshop 以后illustrator 或者其他 也是会有这种图层概念 OK 所以为什么要特别从这个地方 要停一下 并不是为了要玩这个吉祥物 其实主要是希望 你们也有这些关的概念 那待会的话 请你在另外 做一个 这个跟102 我们不要用吉祥物吧 而且你可以去找一个类似宠物吧 比如说找猫 找狗 或者找你喜欢的动物 然后背景都会改一下 甚至将来如果你希望 把这张照片做好之后 如果拿到线上去冲洗的话 所以我刚刚找一下 那个线上冲洗 好像一张只要3块钱吧 好像4成6好像一张 就是要3块钱 可是问题 你今天要怎么样 可以刚好 你不能说你随便弄一张图 放上去 洗出来变马赛克 对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讲过 那个像素太低了 所以要怎么样 刚好做出一张尺寸是符合他要的 OK 然后 这个你放上去冲洗出来的 效果又是最好的 那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稍微说明一下 举例好了 比如说今天我们 有一个需求 就是说我要做一个合成照片 那做完之后呢 我就线上冲洗 给他3块钱 然后把这张拿到 其实我本来想说叫你们做个作业 教这个冲洗的照片 不过你们可能当作要去注册 要花3块钱 其实没什么 只要是体会一下 那 最后就交个图就可以了 那首先的话要理解哪些地方 第一个哦 4乘6 什么叫4乘6 这个4乘6的尺寸 各位应该知道 4的话指的是应该是什么 它的宽吧 应该是高4 宽多少 6 应该是这样的尺寸 一定是横向的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 4是什么 4公分吗 还是4什么 一般是乘以多少 应该是4后面单位是什么 应该是寸 英寸 有没有 4英寸 不是4公分 4公分这样而已 那洗出来不是一小三而已 一定是 那4英寸乘以2.54 所以大概2.54 你说2.5好了 所以4的话大概10公分 宽的话大概15公分 有没有 就大概这样的大小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今天如果要这样一张大小的照片的话 那我应该给多少尺寸 假设我今天要利用刚刚的这个 所以待会的话请各位 再做一个变化题 这个变化题的话 再开一个新的 这个 列席 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做一个什么 也是一样 102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变化题2 变化2 ok 那再来的话特别注意哦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的尺寸 太多了 请你先切到英寸 这边有英寸 那宽的话是多少 宽是6英寸 高的话是4英寸 ok 英寸哦 特别注意 不过请各位注意一下 还有一个地方可能要改一下 什么地方要改 这个哦 英寸改一下 解析度 解析度部分的话 请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拿去冲洗的话 建议哦 最少它的解析度要300 因为如果300以下的话 你把它冲洗出来的 相对的那个点状会比较明显 至少要300 那什么叫300 意思就是说呢 一英寸面积 一英寸平方里面 至少要有300点 300点其实就300个像素 有没有 一英寸嘛 2.5公分乘2.5公分 一个小小的范围 至少里面要300个点 否则的话 看起来 那个像素就不够 好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按确定 OK 那你会发现的就是这样一张图 那这一张图的话 基本上多大 你可以看到底下 我是有改那个尺寸嘛 底下哦 是用像素来表示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像素就是 宽是1800 高的话呢 就是1200 OK 所以如果你把 这个尺寸相乘的话 大概就差不多200万像素 OK 有没有 1800乘上1200 大约等于200万像素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要重启4乘6的照片 你最少需求那张照片 总像素 至少要200万像素 那你说老师那我2000万像素 可不可以 没关系 像素越多越好 有没有 可以扣掉 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有给他100万像素的话 那当然就会看到有一点点 奇怪 为什么冲出来 感觉还要有一点那种 马赛克状的 如果你再给10万像素的话 那全部冲醒出来 当然更明显了 所以 如果你将来要冲醒的是 大海道的话 那那个像素越高 当然越好 OK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待会请各位就是做个变化集吧 就是把那个 找一个什么 找一个宠物 那个宠物的话 我刚刚是找个猫 比如这一只猫 看起来很萌 对不对 然后你把这只猫怎么样 把他拉进来 然后做什么呢 把他去背之后 并且去背之后 这个其实还为什么要找白的 因为好处是说 他可以很快选取 但是好像想的跟原来是不一样 反正就找一张 然后把这一个猫部分 把它放到这个里面 至于背景 你们可以自己再加个建成吧 建成我们刚刚都红的 可是你觉得这个红的不好看 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去找个颜色 然后把这个背景的部分 你就用建成也可以 至于那个建成要怎么建成 反正你们自己调一下 然后把那个宠物 你喜欢的宠物 把它放到这里面 至于看怎么摆放 你们自己决定 甚至如果说你想要再 其他的包不够 你放到狗也可以 反正包到狗或者什么 然后自己做个设计好了 这个都无所谓 做个变化 OK 最后的话 你就把这一张存档 就完成了 OK 你也可以把人当宠物啊 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是啊 没关系 尽量用宠物啦 不然如果人的话 会有肖像权问题啊 对 而且你要得到别人的同意嘛 那个人不见得会同意啊 你想用谁 对 不好说 OK 好了 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所以要开个新的档案 对 开个新的档案 然后记得喔 是 刚才做的那个要 嗯